昨天师父先设了个师弟 要他跟着我先学着 今天早上再三叮嘱我 不要欺负他 难道我在你心中就是那种 蛮不讲你气冷怕硬的人吗 来开灰 搞开水 要你搞开水 你哼不得把我那一口都打死了 你自己搞我不搞 你自己搞我不搞 刚刚跟师父打了个电话 说了一下 这个师弟我真的教不了了 这一天天的 哎呦 哎呦 你刚才我埋着上的 我又没看到 你哈了吧 我不搞了 是呀 刚刚过了拿瓶水老化 结果过了 结果过了 应该就是你了 师兄啊 水来了 还有什么 你会捡资的事吗 你怎么去呢呀 能拿捡水你看不倒吧 你还不走啊 你拿走啊 你搞我不走 师弟啊 水还没接好吧 嗯 整套吗 这 上班不带脑子 所以无论水 你水就不搞了 我会捡资的事 可以 姐会 流不流不烟 我也会 那你来 会死吧你 师弟啊 嗯 你说师父为什么要收我们两个徒弟 找不到 因为当师父的感觉是真爽 刚水呢 火的水 锤子 有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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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锤子跟皮锤子都分不清楚 我不搞了 啊 是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声音应该从这里传出来的 啊哈哈哈 不说意外的话 你的手机应该被你贴到砖里面去了 啊 哈哈哈 有人 叮叮叮 很明显 谁在认识呢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是吧 虽然今天又白干了一天 但是最起码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失去的耳朵 肯定比咱俩那耳朵好死 你说对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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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厉困的吻汗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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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吧 你看师弟还没学几天呢 这个任务对他来说难度指数是不是有点大了 你以后给我多钱点 肯吃了油 吃点 没事 像师父这样老老公也经常把尺寸酿错 你找个短的接一下就好了 哦 两件 还有你们 哈哈哈哈 完美 幸福是难道啊 师父啊 你说的这么久了 灰都干了 你不撑那也不可能掉了呀 啊 哈哈哈哈